亚裔舞蹈会演在洛杉矶盛大举行 这次演出由百位学生展示学习成果 在亚裔舞蹈学校任职的专业老师 也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由张亚敬创办的亚裔舞蹈学校 是在美国宣传中国舞蹈艺术的大本营 短短几年 学生就参加美国及国际各大舞蹈比赛 获得不少奖杯与荣誉 2014年 他率领学生及舞蹈新作《鼓舞新运》 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舞蹈世界栏目 荣获全明星奖 2015年 他以独立艺术家身份 推出现代舞作品《Yin Being》 在LATC艺术节演出并广受好评 我们今晚上有将近百人的学生团队 还有我们所有的老师 在舞台上给大家呈现一台高水平的舞蹈盛宴 今天晚上这些孩子们 将会拿出他们最饱满的热情 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演出 而且我们的孩子不但是舞蹈跳得非常好 他们也非常的有爱心 我们的很多的小朋友将他们的爱心捐助给世界动物组织基金会 我们希望这个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新的传统 让我们的孩子不但是身体美丽 心灵也要美丽 张亚敬希望学校能为在美国弘扬和承传中国舞蹈艺术尽力 让学校成为在美国发扬中国舞蹈艺术的大本营 让学生既能跳美国人的舞蹈 也能跳美国人跳不了的中国舞蹈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